蛤?什么?今年房价会下跌? 会有一些专家或者学者啦 或者是一些风向文会带出来说 今年呢房价可能要面临下跌的趋势啦 明年房地产会怎么样 怎样崩跌这样子 然后也有另外一派的人说 哦!量会提供公案量会缩小 然后呢但是那个价格会hold在那边这样子 嗯...真的吗? 我相信大家最近在一些讯息 包括LINE的TODAY的新闻 或者是包括一些像脸书 或者是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的一个部分 会看到一些资讯啊 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这个房价的一个趋势 大家好 我是红杰设计的室内设计总监张宜德 其实这个部分要分两块来讲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先讲 为什么有的建商说量会 会减少然后呢价会hold住这样子 很简单 因为呢供货的就是借涨嘛 现在市面上的房子就这么多 你爱买不买就这么多的房子 就是它减少供货量 它不盖了 它现在就不盖了 因为现在缺工缺料嘛 价钱又上涨 材料啦工钱上涨 所以呢我现在不盖了 我现在不盖房子了 建商它是有这个底气啦 说这个话的 端出来的东西数量就这些 啊你们这些人要买就不买 不买就算了这样 然后呢 也有一派的人说 哦房价会下跌会崩跌 其实这个也没错 那不是建商hold住就就没事了吗 那我们要讲到比较深入一点的层面 我说的这个建商hold住不盖 是针对比较大型的建商 甚至是股票上市上贵这些建商 因为它们有资金来撑住 它就算把土地放在那边不动它 基本上它也可以养那块第一段时 他们在卖这个房子 它已经赚足够的钱了 所以它可以撑住这个 这个公司撑个两三年没问题这样子 所以它就算从现在开始 这两年不盖房子 它也不会倒这样子 那针对有些房价会下跌的呢 我讲的就是那些小型的建商 就是可能在地的小建商 哦 因为缺工缺料 工钱上涨材料会上涨 导致它原先预估的利润 没有到那个利润 然后呢 再加上因为拖到时间了 所以大家最近常看到一些新闻 什么建案呢 延期交屋啦 半年啦 一年啦 都交不了房子 甚至房子外观看起来好像快好 但实际上一直都没办法交屋这样子 因为就是真的缺工缺材料 所以基本上 这些小建商撑不下去 它就可能会建卖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就是 它把 它这个建案 卖给别的建商 哦 那就更惨了 大型建设公司一定砍啦 砍很凶啦 基本上它不要说获利 可能它要倒贴这样子 所以呢 有些房子它盖不下去的情况下 它宁可先自己建卖 可能原本一瓶卖个30万 现在可能卖个25、26万这样子 它降价 卖出售 来把这个价钱 拉下来这样子 第二个 会导致房价下跌的趋势就是 前一波 5年到10年前 买的这个房子的人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所谓的 获利的一个满足点 什么叫获利满足点 就是说 它可能5年前 10年前 买同样这个区域的房子 一瓶可能买15万 但现在呢 因为周围的房地产上涨 到40、50万 中古屋它本身的价格 大概是清澄屋的7折 所以呢 假设是50万的房价 它7折是35万 那它需要 换房啦 因为你要成家 所以呢 你买了一堆房子 那成家后 5年到10年 有可能你会生一个小孩 那 有的甚至生到两个 那是不是因为家庭的成员的变化 你可能需要换房 所以这一类的人呢 他在5年10年前买房子的人 他可能15、16万买 他现在已经涨到30万 他已经赚到快一倍了 他愿意脱手、出手 所以呢 会导致这个 在整个市场上 会流出一些这一类的案子 会把周围的价格 诶 可能稍微拉低一点这样子 倒不至于说 崩跌 这两年 从2019到2021年 这段时间 从疫情开始 到这段时间 因为美国要刺激这个经济 怕疫情造成所谓的经济崩跌 所以呢 放出很多的资金 全世界也跟着玩 然后就一堆资金流到市场上 然后就很多人借钱很方便 因为我借钱照顾一点点利息 我就可以拿这个钱拿去炒股票 我就可以拿这个钱去做房地产 因为银行借钱利息很低啊 那我做房地产呢 就导致这个房地产上升 我们的安倍人口没有增加 反而在慢慢的萎缩变少 但是 为什么房价一直涨 盖了这么多房子有人住吗 空屋率还是有八九十万户啊 那为什么还是房价一直涨 跟我们之前分享的影片一样 这工作在哪里 蛋黄区有可能会随着你的工作 随着你的生活机能改变 而去有一些偏移的动作 偏移的情况下 本来的蛋黄区可能就慢慢变蛋白区这样 那价格就会下跌 就不会有人在那边盖房 全部都移到一些所谓的蛋黄区 所以各位住在新竹的 像在新竹市的那个 那个靠近南辽那边的金雅 金雅路那边 或者是在苗栗的 甚至连苗栗的竹南 苗栗的公馆都上涨 因为有一些它已经做偏移的动作 市中心已经没有足够的这个地 没有足够的暗量可以推了 只能往边边去偏移这样 所以因此会造成一些区域房价的上涨 那这两年 因为资金的泛滥造成这个房价的推波助澜 那从今年开始 当银行收紧这个资金 把利息调高之后 很多小建商撑不下去 就造成房价的下跌 但是你说崩跌到还不至于 但是会有一些地方 因为需求的转变 有的人想要换房 或者是说有些建商小建商撑不下去 他要把价格均价拉低 所以你不要期许说会有崩跌的情况 之前我有跟各位分享影片 有些你买到价钱便宜 但不见得能交屋 因为他房子状况很多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 现在很多人买的房子是交不了屋的 想要了解为什么交不了屋 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 我们有跟各位分享过 为什么房子会交不了这样子 如果你有在关注我们 有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 我都有跟各位分享过 到底什么叫蛋黄区 什么叫蛋白区 什么叫蛋壳 绝对不要买蛋壳 那有一些设施是不会随便乱变的 就是交通建设 重大交通建设 捷运站盖在那边 不可能说用个十年就 就不会有人去做捷运的这样子 所以 重大交通建设的附近 基本上来讲都是比较 趋近一项蛋黄区的这个区域这样 然后政府机关 他不会说今天盖一个这个 政府单位盖在这边用个三五年就不用了 所以基本上像这一类的 就属于他一定会在这边设点 然后也会超过大概十年二十年以上 所以不太可能会去搬动他这样 如果你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要去找蛋黄区的部分 不管外界怎么样去带风向 说今年会涨明年会跌什么的 你要切记一件事情 你要自己衡量一下 你的经济能力能负担什么样的房子 然后你在看房子的时候 参考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 去挑选怎么样适合的房子 不要花太多钱装潢装的房子 要不然你买到一间你以为很便宜的房子 但是你要花大钱去装修 因为你可能买到一间 状况很多的投资客的房子 虽然你省了这个房价 但是相对的你要花很多钱整修 而且很麻烦的一点是 可能这个房子未来还不一定好脱手 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所谓的 怎么样去看懂 网路上的这个消息 其实不要被这个影响到太多 因为基本上来讲 有时候那个讯息都是建商放出来的 所以不要随便便被影响 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哦 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追踪第一手资讯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